我昨天吃了半塊月餅 後來釣到這了嘛 這螞蟻都死了 這哪是月餅 這是螞蟻腰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在中國不少中國網紅打著 俄羅斯正宗商品的廣告 咱們跟俄羅斯是好兄弟 是嗎 是父子 父子情生 還說什麼 俄羅斯駱駝奶粉含量 含鐵高達 牛奶的10倍 維生素是牛奶的3倍 是最接近母乳的代替品 結果一堆粉紅就是購買了嘛 購買之後紛紛血糖飆高出現不良反應 翻車了 結果查出來發貨的地點 是東北的 是河南的一些小破房屋裡面 鐵皮屋裡面 各種這個雜亂不堪 地上都是黑米啊 那一斤奶粉 30塊錢的化工成本 發貨的時候變成一斤30-40塊錢人民幣 而有在中國生活的俄羅斯人 發現不對勁了 發現越來越多 怎麼有假冒的俄羅斯商品 在中國的情況 這些商品 咱們在俄羅斯都沒看見 怎麼到中國就變成我國的產品了呢 他們就拍片痛罵 那或是那些無良的小粉紅 假冒俄國商品 去詐騙中國人的 確實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但是裝成俄羅斯人 就不一定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我作為一個俄羅斯人 我也有很多 進我直播間的中國的家人們 好多問我 你這兒是有沒有駱駝奶粉 給大家提的行 我們俄羅斯人根本不吃牛精產 也不喝駱駝奶粉 俄羅斯根本沒有駱駝 駱駝的就是自家養肠 很多俄羅斯肉類食品 根本不允許出口 所以喜歡買俄羅斯食品的朋友們 挺注意了啊 很多直播間賣的產品 我在俄羅斯聽都沒聽說過 這俄羅斯也就是幾百頭的這個駱駝 生產駱駝奶粉 有可能嗎 那是不可能的 這種屬於中國商家在俄羅斯出售的品牌 然後咱東北那邊生產的 所以味道不太正宗 還有俄羅斯氛圍和窮羅斯進口 完完全全是兩回事 氣死了 一天天的就是氣死人 你看這個 馬能寫這樣 馬拉庫 買的意思 還少了一個字母 媽的你們會不會 你們認字母 最重要的一點 俄羅斯的慶工業 也不如中國發達 所以不可能有大量的食品出口到中國 進口食品說就非常複雜 加上稅費和運費不可能買得很便宜 所以大家掌謹心吧 大馬掛的是糖 做的 做的才真的 長得跟真理一樣 但是裏面 任何量成的 都是掛錢品 添加劑 給我掌的我都會多丟臉 我們俄羅斯人 也不騙中國人 中國朋友們 也不要千萬千萬不要騙自然 小粉紅啊 已經把歐美跟日本的品牌啊 倒版完爛了 現在趕緊去玩俄羅斯 是吧 我跟你說 你們怎麼玩都可以 就是不要玩到俄羅斯的什麼奶製品啊 肉製品 你要知道俄羅斯最不缺的就是這些東西 怎麼可能賣給你是會吃出身體有問題的 他們這些蜂蜜啊 牛奶啊 還有肉製品 魚類啊 哇 那可都是在他們本國是非常便宜 而且量多 尤其是他們這個牛奶蜂蜜 哇 真的是很純啊 他們不需要去掺一些什麼化學工業的東西 很少啦 如果 你在中國買到俄羅斯商品吃了出現問題 那估計就是小粉紅騙你的錢 小粉紅害你的 是嗎 真的非常搞笑 這款駱駝奶粉 不僅不是俄羅斯產的 還有其他的一些商品也通通都不是俄羅斯產 是化工品 是一個叫做 紫紫墨賣啊 胡金混合而成的 但凡有一點嘗試的人都知道 駱駝盛行的產地 在哪啊 非洲嘛 還有這個中東與非洲的交界處那附近嘛 怎麼最大的產地變成冰天雪地的俄羅斯呢 因為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在俄羅斯就對了啦 這麼多粉紅被騙去 還有這麼多的粉紅 藉著這個去騙錢 難怪大家都說舔共啊 愛中國啊 是吧 支持自己的好兄弟的俄羅斯 錢這麼好賺 連基本的嘗試都不用具備了 掛一個俄羅斯 掛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掛一個愛黨愛國的 就可以賺那麼多錢 難怪華為可以 7奈米的手機 3年前的晶片 可以賣到2萬多塊人民幣一台啊 我看哪天一些舔共的太平洋島國 是非洲兄弟的國家說什麼 咱們盛行企鵝肉跟企鵝蛋 營養價值比雞蛋高100倍哦 小粉紅都會信都會買賬 哦你看 我買的這可是非洲出土的企鵝蛋哦 牛逼吧 是太平洋島國盛產的海豹魚油哦 吃這個 比吃這個魚油更有豐富的DHA哦 絕對都比咱們國內的煤礦油還安全 而最近還有一個大網紅翻車了 這個大網紅就是直播帶貨王者之一的小羊哥 他最近不僅僅是傳出婚外情惹出風波之外 還有欺詐粉絲的行為 那這個小羊哥啊 他最近跟香港藝人曾志偉合作直播帶貨 賣了一款叫做香港美成的月餅 並打出這是香港產 而他們賣的這款所謂的香港產的月餅 賣出了將近5000萬人民幣的銷售 被很多人發現啦 他事實上是中國大陸產的 不僅在香港沒有門市 本地的香港人也完全沒有聽過 正宗的總公司產地是在中國廣州 而香港的是註冊掛牌的 許多消費者在發現自己被欺騙之後 紛紛退貨 但是小羊哥不給退 又搭上他現在有這個婚外情 跟小三之間互害的風波嘛 那許多消費者正準備提告他假期 那這就好玩了 大家發現是中國廣州 所謂的內地生產的貨之後 卻退貨了 如果說中國大陸是更好 畢竟他是祖國的陣頭 是吧 那香港只是一個特區 那為什麼你升級了 變成這個祖國的廣州了 是體制是社會主義體制 為什麼要退 為什麼要退款 可見你們心裡都清楚 為什麼要買香港的 可能是不是香港的食安比較有保障呢 而更搞笑的是 儘管小羊哥帶的這款月餅 在他的直播間銷售是還不錯的 但是其他的中國廠商的月餅 銷售而度 卻不如前幾年 這是非常諷刺的 而非常多的中國廠商 都大喊 經濟真的是好差哦 從今年啊 各種過節 茅台的價格也是不太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 中國網友拍攝的影片吧 今天這中秋節生意也真是斜了門了 你們說白酒賣不動也就算了 怎麼現在連月餅都賣不動了 白酒賣不動還能說他價格虛高 但是月餅的價格也不算高啊 看看現在逛月餅的人還沒有商戶多 中秋節前期 月餅成了中國經濟的晴雨表 月餅銷售崩盤 人本是月餅 茅台等商品的銷售旺季 今年卻一反常態 價格不升反降 市場一片死忌 難道大家都不吃月餅了嗎 今年的月餅賣不動了 一人選擇遠離月餅 月餅也開始慌了 今年中秋不僅是旅遊業不景氣 就連月餅都嚴重滋銷了 月餅專會消失 代工廠做餐休憶 這種新聞一刷一大堆 昨天有個做月餅生意的客戶來找我貸款 據他所說 今年的月餅生意是肯定要虧錢的 就單說一點 以前各個商場都要搞活動送月餅 今年這種類型的訂單連資訊都沒有 聽完這個客戶的抱怨 我是很理解他了 不單是月餅 只要不是剛需的東西 現在都面臨著 供大於需的情況 我國內需疲軟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 所以看了這些影片 真的不是我張口就來啊 對吧 除非有這個網紅明星的光環加注 不然通常的話 傳統的那些線下的 是賣得很慘的 那為什麼線下的中國那麼多月餅 呈現滯銷或是銷量不如以前呢 這就是因為賣不動了嘛 對吧 經濟不好嘛 通縮嘛 大家不敢消費嘛 呈現寒流狀態 許多中國月餅工廠訂單 不如前幾年處於半停工狀態 或是停掉幾個生產線 那停掉幾個生產線的話 就必須得解雇或是停掉一些員工 那超商飯店的銷售這個月餅 也是相當的冷清 尤其是高端月餅的禮盒 更是從市場中逐漸減少了比例 相較之下反而是什麼呢 一塊人民幣的月餅登上了中國熱搜 有許多的中國網友反饋 咱們自家的老闆 就是買了這一元月餅來打發我們 以前還會送個一盒意思意思 現在因為公司其實也沒賺錢嘛 所以老闆就買了個一元月餅 給公司一人發一個 要大家共體時間 確實在中國做生意的老闆也是很難 也不能怪都是資本家剝削你們 畢竟他也是被上面那個 趙家人被那個天庭給剝削的 是吧 所以月餅送禮也消費降級了 我們之前做過一集影片 是關於中國三件套窮鬼套餐 還有教學怎麼樣吃 一天吃幾塊錢 除此之外外賣消費降級 我有些反賊朋友肉身還在牆內跑外賣 有時候就是他給我提供一些中國經濟的情報 他們也是明顯感受到 尤其是這兩年的消費降級 反而不少粉紅顧客還會故意給你晚來拿訂單 就是為了要拿免費賠償或是折扣 而這個會讓你被公司給寄上一筆 那多了你就要開始罰錢扣錢 反而讓外賣人被懲罰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吧 早上9點鐘了 你看這兩條該買月餅的 人花花都沒得一個 音樂片比買月餅的人還多 不好搞今天這個生意 現在的人可真是清醒的可怕呀 房子車子降價了也賣不動 馬上要過中秋節了 酒水賣不動 大雜線賣不動 連月餅也沒人買了 今年的中秋的月餅銷售真的涼涼了 你看走了半天都沒看見一個客戶 這好不容易才看見一個人在這裡訂月餅 往年要是中秋節前的一個週末 那商場裡面的人非常的多 88的月餅啊 看看哈 這都是什麼樣的呢 這是已經這樣規定拆開了 這個拿下的一層是吧 這個拿下的一層 底下是這樣說的 說了就跪在五斤上 你看 就這麼個玩笑 蓋在這裡啊 588 588 588 看到沒有 沒有了 這就沒有了 這底下就沒有了 這底下就沒有了 這是588的月餅啊 啊 這個黑松露了 好嘛 等一下那個588那個月餅是有點扯 這樣換算下來多少台幣 588我們算600好了 6424 26002700塊台幣 然後 跪在盒子 跪在形式主義 跪在外面那個高樓 大家看起來好高大商 一打開裡面 怎麼缺個鋼筋掃 個水泥怎麼通一下 就撲了一個颱風來 哇 整面落地窗被推走 就是中國的形式主義啊 什麼情況呀 這還有幾天就中秋節了 怎麼一點感覺都沒有 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安靜了 營業額也越來越低 熬了兩個小時營業額高達104米 老天 這大街上就跟颱風吹過的一樣 好冷清暗老天 以前臨近中秋的時候都忙了不停 大街上好多擺著賣月餅的 今年連賣月餅的都少了 看來這生意是越來越難做了 你現在才知道 每個中國人其實都是白眼魔君 畢竟你們這個煤礦油都已經吃了十幾二三十年 你們自己不知道 而中秋量現在到底解決了嗎 你們也不知道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掰